一般来说,大部分人认为中年女人经历了生活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,心思早就不如女孩那般天真烂漫,自然也不是三两句情话就能骗到手的了,他们对待感情更加谨慎。 由此许多男人在追求中年女人时,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但其实,女人的年龄虽然到了中年,但是她们的内心也是有小女孩的情节的,那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,最喜欢男人的这些姿势,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中年女人最喜欢的四个姿势,零腰,抚摸头发。 这样的动作也是男女之间特别亲密的时候才会有的。 有的时候,男人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,对于女人来说,这个动作能够让她觉得特别的舒服。 感受到你的爱意,觉得安心。 零二,经常牵她的手。 即使在大庭广众,也不要让她的手空着,毕竟细微之处见真情,食指连心,自古都有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的说法。 你所营造出来的浪漫能让女人的心彻底融化,至于被你倾倒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 零三,经常把对方抱在怀里。 如果一个男人特别爱一个女人的话,他会从他的行为方式上表达出来。 有的时候,男人经常把女人抱在怀里,会让女人觉得男人对自己有特别的保护,也会让女人有一种安全感。 零四,舍得为她花钱。 对于女人,男人一定要大方,一定要舍得为她花钱。 女人很看重这个男人到底舍得为她花多少钱,给她买多贵重的东西,因为她认为这就代表她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,你只给她买廉价的东西。 她就会认为她在你心目中也是如此的廉价。 二,男人学会这样爱女人,灵妖注重仪式感,制造惊喜和浪漫。 女人,即使能力有限,可她依旧会渴望心爱的男人,能给予自己足够的仪式感和安全感。 不管是重大的节日,还是平时,她都会希望男人能多多制造惊喜和浪漫。 而男人能这样满足女人的小心思,也是爱她的表现。 即使你条件再差,只要你愿意给予女人这些东西,她也会愿意跟着你一辈子,不会舍得离开你。 毕竟一个男人,懂得惊喜和浪漫,会让女人少吃很多苦。 一个懂得制造惊喜和浪漫的男人,内心必定很柔软。 因为他会从女人的内心和感受出发,不管事事如何变化,而他始终会第一时间满足女人的愿望。 02.对女人的家人朋友爱乌及乌。 对于女人来说,男人爱自己还不够,还要爱自己的父母、家人和朋友。 因为只有男人心甘情愿去爱自己的父母,这才足以表明男人的真心和诚意。 有些男人很爱女人,可他却极力排斥女人的家人朋友。 一边是爱人,一边是家人朋友,这会让女人十分为难。 爱一个人,就得爱他的一切,包括他的父母家人。 如果男人做不到这一点,女人会变得特别失望。 而当你做到了这一点,女人会特别惊喜。 因为男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决定,虽然他做得并不够完美,但这不影响男人的爱。 所以,男人想要获得女人的真心,你就必须要学会爱乌及乌。 03.在外人面前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。 男人好面子,女人也要好面子。 在外人面前,女人也想着让别人羡慕自己。 所以,不管在任何时候,男人都要懂得摸透女人的心思。 你满足了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,而反过来女人也会这样对待你。 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后,她会心甘情愿留在你身边。 因为她觉得你是真的爱她,所以她愿意留下来,舍不得离开。 但也有一些男人,他们不会轻易妥协,认为女人在外人面前就该满足自己的面子。 如此大男人主义的男人,多半都无法得到女人的真心。 因为女人看不到你爱她的表现和行动。 所以,男人要想赢得女人的欢心,别只会用嘴巴说,而是要用行动去表达。 三,拿下一个中年女人,主动给三个东西,就足够了。 沐昕曾经说过,爱情亦三种境界尔。 少年出乎好奇,青年在于审美。 中年归向求和,老之将至,义无反顾。 在各个年龄阶段,女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都有所不同,内心的情感需求也不尽相同。 年少时,对爱情充满了好奇与渴望,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白马王子。 在这个阶段,大多数女孩更看重的是男人的外在形象,长得好看又有才华的男人,可能轻轻松松就能够吸引女人的注意力。 而到了中年时期,女人们的择偶标准就不再那么简单,肤浅了,她们更注重的是男人能不能给她想要的安稳生活。 中年女人经历过岁月的沧桑,在思想上明显会比年少时成熟很多, 所以,她们不可能因为男人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心软地答应对方的追求。 想要拿下一个中年女人,你还得多费点功夫,不要把这个过程想得太简单。 还有人说,谈恋爱。 女人都在等男人来追。 如果男人不来追,不论心里爱她有几分,也终究是无果。 在谈恋爱这方面,男人若是不肯主动一点的话,是很难得到想要的幸福的。 有些男人就是太要面子了,明明心里喜欢得要紧,嘴上就是不肯承认,从来不主动去向对方示好, 总等着女人来主动靠近她,这样爱一个人的方式,只会把女人推得越来越远。 好面子也要有个度,如果总是不愿意主动进攻,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 尤其是追中年女人的时候,你更需要多主动一点,否则你是很难打动她的心的。 当然,光靠主动还远远不够,最重要的是你得掌握一定的技巧套路,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。 男人一定要记住,别总是把你用来追求年轻女孩的那套方法用在追中年女人上。 这样是不管用的,年轻女孩心思单纯些,很容易被你的几句甜言蜜语打动,但是中年女人不一样,甜言蜜语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,礼物和鲜花也是不走心的敷衍之举。 或许有男人会说了,那中年女人的心思也太难猜了,与其处处碰壁,还不如静而远之。 但其实,中年女人的心思并不复杂,想成功拿下她,主动给她三个东西,就足够了。 灵妖,给她足够多的陪伴。 若想成功拿下一个中年女人,你一定要给她足够多的陪伴。 女人到了中年时期,就更容易变得非常敏感,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喜欢胡思乱想。 可能经历过很多事后,她内心更缺乏安全感,总是觉得你不够爱她,甚至会经常疑神疑鬼,总误会你喜欢上其他女人了。 所以,这种情况下,你更应该多陪陪她。 给予她温暖,一点一点地弥补她内心缺乏的安全感。 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,在她遇到挫折的时候,你都应该陪在她身边,让她知道,无论什么时候,无论她遇到再大的困难,都会有一个人默默地支持着她。 时间一长,她自然而然会更加信任你,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你。 02,给她足够多的关心。 有的女人虽然嘴上不说,但她心里是非常希望男人能够多关心关心她的,一句暖心的问候,胜过任何一句情话。 中年女人不像年轻女孩,她们大多都不喜欢逆人的情话,她们更希望看到男人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对她的爱。 所以,如果你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,就一定要多主动去关心她,多关心她,才能让她知道你是真的在意她,而不是只是一时兴起。 在她生病时,尽量主动抽出时间在她身边照顾她,而不是单纯地嘱咐她多喝热水,在她出差时,主动打电话让她注意安全,注意不要熬夜,而不是对她的状况不闻不问。 你要知道,这一句句看似平凡普通的话,其实在女人的心里分量极重。 听到你这些暖心的问候,她心里一定会喜滋滋的。 03,给她足够多的私人空间。 追中年女人千万不能操之过急,你把她逼得越紧,她就对你越反感。 在爱情里,两个人之间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,感情才能维持得更长久,距离太近,新鲜感很容易耗尽。 所以,一定要多给她一点私人空间,不要总是什么事情都去插手,也不要总是跟在她身后转, 更不要霸道地把她绑在你身边,不允许她离开你的视线范围。 这样的行为只会增强她对你的抵触心理。 事实上,足够的距离能给彼此增添一些神秘感,既能不断地挖掘女人不一样的一面, 也能让你自己持续不断地对女人产生吸引力。 男人要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,千万不要使用礼物鲜花那种年轻女孩才会喜欢的公式。 你要做的是主动给她足够多的陪伴,足够多的关心,足够多的私人空间。 追求中年女人,你一定要多去了解她,读懂她的心理需求,最重要的是给她足够的安全感。 大多数中年女人最在意的,其实就是男人是不是真心爱她的。 所以你只要多一点耐心,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多陪陪她,她一定会越来越信赖你的。 灵妖主动宣誓主权,告诉全世界,她是你最爱的人。 女人在感情里,其实也是非常在乎仪式感的。 她可以嘴上不说,也不会逼你,但是你能够主动给她仪式感,那她就会觉得你非常在乎她,心里是有她的。 当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,遇见了别人,跟别人介绍的时候,说她就是你的女朋友,那么她听了心里是高兴的。 说明你是认可她的,才能公开这段关系。 如果你跟别人介绍说,你们是朋友而已,那她立刻就不高兴了,心里想着,什么意思,我们只是朋友。 那我算什么了? 女人也因此不再理你了,甚至跟你说。 连朋友也不用做了。 女人也是非常敏感的,特别是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,其实是还没有把心交给你的。 而你却不愿意公开你们之间的关系,那么对她来说,就是一种侮辱和伤害,她会马上离开你的。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主动宣誓主权,对别人说她是自己的女朋友,这样女人就会觉得还挺可靠的。 男人若是想要留住女人的心,就要公开关系,不要让女人等太久,这样的话,才能水到渠成。 零二,主动献殷勤,眼中要有活。 知不足而后能自反,知困而后能自强。 想要提升自己,完善自己,首先要不断发现可以提升,完善的那个点,这是基础工作。 眼中能见大,统筹坚固。 一方面,能从上看活,作为整体,以及更大整体的一部分,眼里一定要看得见整体的规划,以及更大整体的方向,才能少做不做无用功。 另一方面,能从旁看活,要看见自己工作与他人工作的联系,才能高效地助力整体工作。 眼中能见微,物已是小。 在生活中,不拘小节是优点,工作中这样,简直是灾难。 安全管理中细节的重要性就不说了,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。 关注每一件细小琐碎的工作,既是对自己思路是否全面的考验,也是做好复杂工作的基础,更是是否真的有工作责任心的体现。 物以善小而不为,我觉得我悟得晚了。 眼中能看见,设备,人员,天气,车流等等都是不断变化的,要看到这些因素当下的状态,以及其带来的风险。 加上上级布置的阶段性重点,这些都要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 眼中能看远,要具备观察,总结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。 有些措施可能效果不明显,有些要求可能含义不理解,很多时候是因为只看见了当下。 风物常一放眼亮,也能看外物,善界东风。 保持了解岗位之外,行业之外事物的习惯,经常会有豁然开朗或是恍然大悟的感觉。 也许一句经济学的理论,帮你想明白了一件困难事,也许一个游戏业的小工具,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 也能查自身,推陈出心。 对习以为常的做法,不要习以为常,始终带着审视而不是习惯的眼光去看待。 找缺陷,私优化,创新不一定非得惊天动地,一下子创造多大效益或是消除多大隐患,也可以是润无春雨。 能够感动的女人的,往往是那种非常主动照顾女人的男人。 她们在女人面前,眼中是有活的,看到女人家里若是灯泡坏了,就主动去帮忙修。 看到女人提着东西的时候,就主动提出帮她拎,看到女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,就主动出去帮她买回来。 总之,眼力好的男人,往往会讨人喜欢,更容易得到女人的心。 因为这种男人不仅体贴,而且还懂得照顾人,最容易得到女人的芳心。 反而有些男人过于急功近利,以为自己有钱就行了,其实女人要的,是你对她的贴心照顾,这样她觉得你是值得托付的。 欲速则不达,男人想要抓住女人的心,就要懂得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,毕竟,在轰轰烈烈的爱情,也最终会回到平凡的生活中。 而女人,最终想要的,其实就是安稳而贴心的日子。 03,主动给女人安全感。 在相处中,女人为什么总是说没有安全感? 男人想要的是直接地解决问题,但是女人不是男人。 她不会用男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。 他们思考的重点在,她怎么老是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,她就这么不了解我吗? 那么我们以后继续在一起会怎样? 如果她还是那样的话,那么她还值得我为她这么做吗? 这是男女思维上的差异,导致了她们对于感情的不同处理。 因安全感而让感情出现问题的情况比比皆是,但是为什么安全感这个名词会频频出现在感情中,甚至成为了感情的杀手? 其实真实原因只有一个。 首先,你要明白一个深藏在人体内的一个机制,女人总渴望被能够被她依靠的男人所保护,所带领。 在爱情里,其实女人是很需要安全感的,她没开口问你要,你就不要以为不用给。 你主动给又是一回事,主动一点,才会证明你是有诚意的。 当女人看到你这番诚意的时候,才会更加坚定地认可你。 想起一生一世中的周生辰,她跟十一在一起之后,其实十一是非常相信她的,从来没有质疑过她跟异性朋友在一起的场景,而是尊重她。 而周生辰每次在跟异性朋友接触的时候,都会注意分寸,保持距离,谈话的时候会打开门,或者是在公共场合,或者是留下一个人看着,这样她就觉得是保持距离了,以免造成误会。 在爱情里,一个女人要求你给安全感,跟你主动给她安全感是区别很大的,主动给你安全感的人,才说明是真正地爱她,在乎她。 因为真爱,所以,才会主动给她一些交代,跟异性保持距离,不会让你误会,更不会让人说自己闲话。 所以,懂得主动给你安全感的男人,不会让你有所猜忌。 做什么事情,都会让你放心,这样的男人,最容易得到女人的心,让女人深深地爱上他。 如何给他安全感呢? 一,要懂得尊重女方。 不要太多地干涉对方的选择,最好鼓励他发展自己的专长,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 如果做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,是不会有激情和干劲的,你觉得好,未必他认为就是最适合自己的。 现代好男人的一条重要标准是,尊重所有的女性,包括仅有一面之缘的人。 二,温暖的肢体接触。 为何女人都爱挽男人的手? 因为这样亲密,让人感觉踏实。 人其实都有身体的接触欲望,男人女人都一样。 掌心,怀抱的温暖,是最令女人印象深刻的,远比什么钻石更能记住一辈子。 她一般在想起你时,都多半是想起你的怀抱。 所以,不要吝惜拥抱和食指交缠。 三,适时的嘘寒问暖。 关心体贴每个女人都很瘦弱,但是过分的关心只会让她不胜其烦。 她苦恼的时候你好好充当垃圾桶的角色就可以了。 有时,女人需要的,只是一个能够诉说的对象,说完了就释放出来了,并不一定要求结果。 尽量记住她和你提过的朋友的名字,在她遇到困境时,给予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。 总之,爱情是需要相互理解和包容的,共同进步,不是相互压制。 在这个世界上,当爱与被爱同时发生的时候,爱情才会更加美好。 希望你爱着的人也同时爱你,这样双向奔赴的感情才是最美的。 女人心,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,相信你有足够的真诚,一定会打动她的。 当你遇到心爱的女人时,主动去打动她。 多主动一点,让女人感受到被爱的滋味,多一些关心和帮助,迟早有一天她也会深深地爱上你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